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经典武侠小说《四人经》 作者 冰临神夏 演播 全勇 第251集 刀主沈亮掀开杖梁一角向外窥望 满心希望三年的奔波到此结束 不出半月自己就能回到时报 重新赢得王主的宠信 一想起那两名在他眼前逃跑的年轻杀手 沈亮就会升起一阵怒意 其中既有针对逃亡者和自己的 也有一点落在王主身上 他抢在孟夫人之前包围了叛逃杀手 结果收获的却是一场灾难 谁能想到欢奴竟然能骑着大鹏鸟飞走 这超出了人力所能控制的范围 或许他应该想到何女会跳崖逃走 鬼叫崖一带正是当初大荒门弟子偷上绝颠的路径 那些早在崖壁上的铁钉早被清除 但是丁眼仍在 可他想不到少女杀手的轻功会如此之好 顺着绳子溜下去 然后一路扣着丁眼下山 等他反应过来的时候 已经晚了 事后 石宝唯一能做的补救措施 就是将丁眼也都堵死 同时在鬼叫牙设置箭塔 派人住手 沈亮为了稍稍弥补自己的过错 曾经妖际牺牲 亲自吹到牙下观察 大部分丁眼已经被泥土堵住 勉强能插紧一根手指 轻功再好的人 面对此种险境 也难免心惊胆战 只要一口气没喘云 后果就是粉身碎骨 因此 在沈亮心梦中 他更佩服的人是何女 这名女杀手不仅当机立断 而且胆大心细 他没有背着换奴 最后是个独自攀牙而下 显然觉得他是个累赘 很可能会将两个人兜害死 沈亮搞不懂的是 何女为什么要背叛 那样一名优秀的杀手 绝不会为情所动 而他消失了 踪影全无 不像那个幻奴到处杀人 让大鹏鸟留下独特的标志 没有眼珠的尸体 沈亮将幻奴的行为 视为对金鹏宝尤其是自己的公开挑战 他追随着那些没有眼珠的尸体 几乎走遍了西域的所有国家 派出一波又一波的杀手 每每功败垂成 让那个小子逃之夭夭 沈亮有一种感觉 神秘消失的河女 肯定躲在欢奴身边 只要欢奴今天自投罗网 他就能将两名叛逃杀手 全都解决掉 正是清晨时分 营地里极为安静 巡逻士兵的脚步声 与兵器晃动声清晰可闻 一切正常 就连士兵们也不知道 这座帐篷里 埋伏着金鹏宝最顶尖的杀手 沈亮放下杖脸 回头看了看神情紧张的三个人 一个面目离黑的老者 手臂粗壮 唯有些驼背 这是苏乐国最有名的铁匠之一 尤其擅长练造刀剑 另两人是年轻的徒弟 扭捏不安 甚至不敢抬头瞥一眼门口的杀手 欢奴明目张胆地要求 苏乐国军营交出铁匠 沈亮一度以为这是陷阱 直到他看到那封 措辞生硬狂妄的信 群龙之首 五丰之王 小玉尔等 五日之内 退避三百里 留下铁匠打架 没有落款 也没有患奴的名字 但是沈亮知道这就是他 大雪山发生骚乱的消息 早已经传到金鹏宝 七八个月前 杀手杨欢逃进大雪山 在大烹鸟的帮助下 击杀数十名谭多锋剑客 强迫组长龙孝士 与宿敌洛神风握手言和 随后是一连串的征战 大剑锋 小剑锋 华盖锋 全都参与进去 激烈程度超出了金鹏宝 多年来暗中挑拨的成果 隐藏的金鹏杀手 不是被杀死 就是逃出大雪山 不过战乱的消息 一直持续不断 从来没有接近结束的意思 沈亮谨慎的决定 坐上观虎道 直到这位群龙之首 武风之王突然冒出来 沈亮忍不住冷哼一声 家仆之子 叛逃杀手 竟然也敢自称武王 这个欢奴大概是疯了 随着这一声哼 两名学徒向踩到了火坛 猛得一窜 偷偷打量师父打架 立刻垂下头 生怕一个眼神惹来杀身之祸 小小的帐篷里 埋伏着二十名杀手 铁匠与学徒却看不到一丝一毫的痕迹 只有刀主沈亮 一直没有隐身 他相信欢奴与何女一定会来偷袭 那两个人是金风宝培养出来的杀手 即使人已经背叛 行为方式也还是跟杀手没有两样 一切都会在今天结束 群龙之首 武风之王 发出威胁的第五天 太阳刚刚升起 草叶上的露出还没有晒干 守卫军营的士兵们远远望见一名骑士 缓缓驶出大雪山山口 奇怪的是 前方明明有赤后和暗哨 却一声提醒也没发出来 消息迅速层层上传 越来越多的人聚到军营门前 眺望着那名黑马骑士 他就是群龙之首 武风之王 将军惊讶地问道 觉得金鹏杀手真是小题大做 还设什么埋伏 他们想杀的人直接走过来了 难道大雪山里的人都死光了 剩他一个人自封为王 有人做出这种猜测 引来一片笑声 可是 之后都跑哪去了 个别人发出谨慎的怀疑 声音却被周围的喧哗淹没 将军身边的一名亲兵 万公大剑 向黑马骑士射去 剑士擦着他的肩膀落地 骑士蜘蛛马匹 军营里的笑声更响亮了 大都是嘲笑亲兵的剑法 沈亮有点不相信这个消息 可是外面的声音越来越吵闹 他不得不出来查看 杀手们仍埋伏在原处不动 防止敌人声东击西 那是你要找的人吗 将军问 沈亮脸色阴沉地点点头 是啊 那就是欢奴 即使离得很远 沈亮也能认出他来 虽然那张脸已经由少年变为青年 但是三年的奔波逃亡 没有刻下太多的痕迹 只是脸色比沈亮记忆中的要苍白 好像他一直躲在地下不见天日似的 准备放箭 将军传令 他受到金鹏杀手的影响 担心了好几天 没想到群龙之首无风之王 会是这么一位疯子 等等 沈亮还是不放心 他只看到欢奴 没有见着河女 欢奴虽然杀了许多人 但是有红顶大方的帮助 在沈亮心目中 对河女的剑法印象更深 将军有点不太高兴 这里是舒乐国的军营 金鹏杀手只是客人 却干涉他下达命令 但他将布满藏在肚子里 营地里还藏着二十名杀手 他不得不小心行事 沈亮召来十名杀手 这个时候没必要保密了 杀手走出军营 零散地排开 迎向黑马骑士 这些人各有分工 三名杀手负责杀人 七名监视空中的情况 那只大鸟才是他们 最防备的对象 杀手们一手吃头 一手提着一触急发的臂弩 弩剑上抹着剑血封喉的毒药 足够毒死一头大象 舒乐国的士兵忍不住偷偷撇嘴 这里不是碧玉城 对一多敌扫这种行为 接受度不高 甚至有点鄙视 黑衣骑士没有下马 缓缓举起一柄金风暴特有的侠套 然后吹响了挂在胸前的兽脚 舒乐国的官兵 从来没有听过如此高亢的号角 心中围之一震 十名杀手紧张地停住脚步 抬头向天空中寻找乌云一样的大鹏鸟 号声未泄 更多的骑士从山口中涌出 重剑平放在尖头 沉默地催马小跑 只有马蹄践踏大地汇集而成的轰响 与号角相迎合 将军与手下的士兵们脸上骤然变色 一共有多少大雪山骑士 一千 两千 还是更多 他们还从来没见过如此多的剑客同时出现 这些粗野的山民 从一出生开始就争斗不休 能聚集上百人的队伍 就是了不起的成就 军营里总共只有不到一千名士兵 平时阻戒零散的逃亡剑客 绰绰有余 与对面雪山崩塌式的骑兵大军相比 却无异于移卵抗食 马匹加快速度 重剑离开尖头 杀戮之际弥漫天地 死亡的味道充盈每一个人的鼻腔 阵前的十名杀手相立于荒野的孤独小树 面对的却是摧枯拉朽的狂风暴雨 在继续执行命令与转身逃亡两种念头之间 犹豫不决 杀手们失去了选择的机会 剑客们甚至没有出剑 马群驶过 使命杀手已经成了碎片 放剑 放剑 将军高声喝叫 心中盛起毁灭的预感 士兵们手忙脚乱的排列阵型 万功搭剑 在他们头顶 一朵乌云飘过 魔鸟 惊恐的话音刚落 一名士兵已经被抓到空中 随即惨叫着跌落 那声音令人如此胆寒 一半士兵扔下兵器准备逃跑 神亮不敢相信眼前的场景 那迪迪确确实患奴 怎么可能真的成为群龙之首 无缝之王 那迪迪撞撞的向帐篷跑去 将拦路的士兵全部都推倒在地 就算行动失败 也得先杀死那名铁匠 不能将其留给患奴 营地里已经乱成一片 所有人都在争抢马匹 将军正命令亲兵 在自己人中杀出一条血路 没人注意到帐篷里发生的事情 神亮冲进去 看到里面多了两个人 祸在铁匠与削徒身前 一名温婉而冷漠的少年 手中握着长剑 一名绿色眼珠的少女 手里拿着侠盗 剩下的十名杀手不见踪影 神亮灿黄退出帐篷 他已经失去了斗志 只想跟着大家一块逃跑 大雪山剑客冲进军营 如同洪水淹没路上的一切活物 红顶大棚高低起伏 像一个快乐的孩子 在玩自己最喜欢的游戏 神亮看到人群中的患奴跳下黑马 瘦气侠盗 拔出利剑 即使洪流自动在群龙之手 无风之王的身边分开 给两名侠盗持有者 让出生死决战的孤岛 神亮拔出侠盗 他是洗心院刀主 绝非默默无闻之辈 帐内 两名学徒速速发抖 铁匠达家却保持着镇定 说 我要一百斤无山晶铁 才能给你们的主人打造 天下最锋利的宝剑 亲爱的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经典武侠小说 四人经 作者 冰临神夏 演播 全勇 第252集 方文是没想到自己会穷困潦倒至此 每天早晨睁开双眼的第一件事 就是想着怎么才能哄骗几粒米来冲击 他曾经因为饱读诗书 谈吐与众不同 而备受左邻右舍的尊敬 甚至有本地的财主 想要将女儿嫁给他 却被他拒绝了 大丈夫志在四方 何患无忌 等到他周游列国四五年 一事无成黯然回乡时 被他拒绝的财主拍着心口 案子庆幸了好几天 如今的方文是在乡里 就像是隐形人 熟悉的乡邻 不是视而不见 就是躲着走 怕他开口借钱 或是沾上晦气 今天竟被两名陌生的大汉 堵在院子里 好像他的倒霉 还没有到头似的 当时 方文是正在隔壁哥哥家中 施展三寸不烂之蛇 祈求 威逼 利诱 威严大义 天文地理 什么招数都用上了 就是地狱里的鬼王 也得心动 可嫂子却连眼皮都不抬 照常未及 十多院子 一厘米也不肯见 小叔的声音对他来说 跟过躁的资料 没什么区别 口干舌燥 激活焚心 方文是再次生出 食不我欲 不如归去的消极念头 两名陌生的大汉 退门步行自入 他们显然已经打听到 确切消息 一见着衣衫蓝绿的书生就问 你叫方文是 大汉穿着沾衣 风尘仆仆 相貌粗野 语气也很生硬 像极了几年前绑架他的土匪 方文是顿有不祥之感 急忙摇头 一直不说话的嫂子 这时的反应却出奇的快 抢先开口 就是他 黑布袋 从天而讲 方文是满腹经伦 面对上来就冻粗的大汉 一点招架之力也没有 脑袋被套个正着 眼前一片黑暗 接着就被人扛起 开始自己最后一段倒霉生涯 方文是的嫂子 长出一口气 颇有多年晚级 一朝痊愈的舒畅感 可是想到当家的日后 可能会问起 于是 等大汉走了一段时间之后 死心裂肺地喊起来 抢人啦 左里右舍都走出家门观望 只来得及看见 马匹扬起的灰尘 心中纳闷 什么人如此不开眼 要抢一名穷酸 再说 何必抢呢 来人说句话 乡亲们就会将书生 绑起来送过去 有人攻犯 方文是自己也会愿意吧 两名大汉带着方文是 马不停蹄地前进 每天只休息很短的时间 第一天下来 方文是就觉得 全身骨头都散架了 但是当大汉拿出干粮时 他还是一把抢过去 狼吞虎咽 甚至没问一句 这是要去哪 大汉吓了一跳 第一次觉得这位书生 或许有点门道 方文是猜到他们 这是在向西行走 奇怪的是 大汉没有选择最安全 最通常的天山南路 那条路经过碧玉城 有金鹏堡的保护 他们进走群山以北的荒野 有时候连路都没有 填饱肚子之后 方文是开始担心 人身安全的问题 他很客气地 向两位胸台询问 得到的回答 却是被破布塞住嘴巴 两名大汉相互之间 也很少说话 只有单调的马蹄声 日夜不停 即使在睡梦中 耳朵里萦绕的 也是得到的马蹄声 所以 当半个月之后 旅程终于结束 头上的布袋被摘掉 嘴里的瀑布被拿出 方文是感觉 自己仍漂浮在 动荡的马背上 双脚像是踩在棉花堆里 大汉一松手 他就倒在地上 半天才回过神来 这是一座很大的帐篷 光线阴暗 装饰简单 铺着粗糙的沾毯 两边或坐或站着 十几位粗野的男子 每人身边都竖着一柄 又长又宽的重剑 方文是有一种感觉 这些人的身份地位 与剑的大小成正比 第一印象很快就不攻自破 最里面的矮踏之上 盘腿坐着一名年轻人 从位置上看 应该是首领 身边的刀剑 却是最短小 年轻人脸色苍白 似乎有虚寒之症 面貌本来应该是英俊的 却被那副阴郁的表情 遮蔽不少 在矮踏左右 各站着一名护卫 左手是名极俊美的少年 方文是忍不住多看了一眼 右手是名十多岁的少女 方文是连吞几下口水 说出早已埋在心里的实话 大王饶命 小的一介书生 无前无事 想必两位大哥是抓错人了 矮踏上的年轻开口说话 声音冰冷 少显庸懒 却有一种生煞在握的威严 让方文是彻底相信 他就是大王 方文是 你不认得我了吗 方文是抬起头 仔细看了一会儿 脑子飞快地转动 希望能想起点什么 随后眼睛一亮 是你啊 怎么不早说呢 兄台一向可好 家里人也都好吧 年轻人等他说完 四年前铁山大营 方先生可还记得赠马之人 有了这句提醒 方文是终于认出了眼前的年轻人 可还是想不起名字 是你啊 您怎么 你不是 这是哪儿啊 这里是大雪山山口 我叫杨欢 已经不是金风杀手了 大雪山 方文是震惊了 这里离家乡最少有上千里 自己竟然被抓到这个鬼地方来 不用问 周围这些猙獰的男子 就是传说中的大雪山剑客了 乡下辟远 剑客冲出大雪山 直逼输楼国边境的事 还没有传到方文是的耳朵里 但他隐隐约约对杨欢这个名字 有印象 记得这是金蓬堡几年前的叛逃者 他可从来没有将这事 与自己若干年前见过的杀手学徒 联系在一起 杨老弟 方文是脱口而出 转念又改换称呼 杨大王 一名独眼汉子 冷冷地纠正 去龙之手 无风之王 方文是一针 这个名字太长 他有点叫不出口 独眼汉子给他一个简称 龙王 龙王陛下 方文是恭恭敬敬地攻身行礼 怎么都觉得 这个年轻人和自己见过的杀手学徒 不像是同一个人 没有陛下 就是龙王 独眼汉子孜孜不倦地 教会什么都不懂的书生 龙王 方文是真心觉得这个称呼非常奇怪 但他的心神已经镇定下来 能够很好的掩饰真实情感 赵剑在下 不知有何吩咐啊 方先生还记得当初的承诺吧 我现在有五千人马 找你出谋划策 顾声为也不喜欢龙王的称呼 但这是武风族长商量好几天 线上的尊称 他只能接受 方文是当然不记得随口说过的一句话 不过有人找他出谋划策 终归是好事 或许他等了二十几年的人生转折点 就落在此时此刻 当然当然 五千人马 不错不错 顾声为了解方文是的为人 方先生旅途劳顿 不妨稍事休息 明日再探 虽然宴席上的菜肴种类不多 却很丰富 不是大块的肉 就是乳酪奶酒 方文是吃了几年来最饱的一顿饭 直到肚皮高高鼓起 再也塞不进一块肉 他才腾出功夫 仔细观察年轻的龙王 和手下野蛮的剑客 想让他方文是出谋划策 也得有点根基才行 他可不会给一群乌合之众当军士 观察的结果不是很乐观 剑客们沉默寡言 无力没问题 可是相互间十分戒备 谁也不瞧谁 总是一只手抓肉 另一只手放在离重剑不远的地方 龙王杨欢有两名少年服侍进餐 每道菜都要有其中一位试吃 这里还没有建立成套的规矩 进出的剑客不用通报 先连就闯 也不兴跪拜之礼 众龙王微微点头就算尊重 不过方文是非常清楚的感觉到 所有人都害怕这位年轻的龙王 这种害怕发自内心 除了那两位逝者 甚至没人敢过分靠近他 饭后 方文是前往指定的帐篷时 在营地里所见所闻 让他心中更加含糊 来来往往的剑客不少 但是肯定没有五千人 很大一部分还是十几岁的孩子 和五六十岁的老人 他们也跟帐篷里互相戒备的头领一样 分成几伙 剑拔弩张的气氛非常明显 只有比仇恨更强大的恐惧 才能压制住这些人 方文是对大雪山剑客很是失望 对年轻的龙王却越发好奇 这个年轻人 有什么本事 能镇住一群野兽般的剑客 让他们低头称其为王 那天晚上 方文是肚子撑得难受 辗转反侧 没怎么睡好 于是干脆起床 在帐内来回躲步 去茅厕蹲了几回 将那些他以为 永远也用不上的知识 重新整理出来 就在他感到有点饿的时候 心中产生了成形的想法 第二天 龙王没有召见他 方文是就在营地里走来串去 到处跟剑客们聊天 了解到不少有用的信息 剑客虽然粗野 不同部落之间视同水火 对客人却都很热情 有问必答 从不撒谎 让方文是增加了几分信心 第三天晚上 龙王单独召见谋事 帐篷里除了他们 只有两名少年侍者在旁 方文是胸有成竹 也不客套 一见面就问 龙王 请你告诉我一句实话 你与金鹏宝为敌 是要报仇呢 还是想当西域霸主 有什么区别 报仇是私人的事 不是西域所有人 都跟大雪山间隔一样 对金鹏宝怀着深仇大恨 你在这里能轻易找到同盟 除了这山 还有几个人愿意冒着生命危险 就为替你报仇 反正我不愿意 西域争霸则是圣王败寇 奉献极大利益也大的事 加入者为的是名 是权 是才 天下人 接远分享 所以啊 你想报仇 我帮不上忙 不如放我回家种地 你想争霸 没准 我能出点主意 顾身为没想到 方文士会说出这样的话 底头沉思了一会儿 争霸也得杀人吧 杀人无数 我要当西域霸主 亲爱的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经典武侠小说 《死人经》 作者 冰临神夏 演播 全勇 第253集 顾身为与方文士彻夜长谈 小姑娘铁玲珑困得不行 负在矮榻上睡着了 楚南平尽忠职守 一直保持着警惕 他听不懂龙王与谋士 在说些什么 耳朵全用来聆听 帐外的声音 楚南平自然有紧张的理由 龙王遭遇暗杀 可不是一次两次 他发过誓 绝不让这位供修者 死在别人手里 次日下午 顾身为召集五位组长 供商钥匙 方文士平生第一次 以军事的身份发言 兴奋得一直没有闭眼 满脑子都是合纵连横的想法 竟也不觉得困倦 当他向几名阴沉的大雪山组长 分析当前的形势时 意气风发 似乎整个天下 都握在他手中 大雪山岌岌可危 如不早做准备 熬不过今年 就得全军覆灭 方文士接受龙王的建议 一开口 就来个威严耸听 五位组长听到这话 都不屑地大笑起来 谭多锋独演组长龙孝氏 最先提出反驳 他被神鸟大鹏捉取一只眼珠 地位反而因此上升 拥有龙王面前第一顺位的话语权 全军覆灭 哈哈哈哈 你可知道 这两个月来 大雪山三次击败 输了国大军 杀地无数 我军损失寥寥无几 金鹏杀手十几次暗算 全都有来无回 成串的人头 现在还挂在营地大门口呢 方文士虚心听闭 表现出对谭多锋组长的尊敬 然后回头 既然如此 大雪山为何不向输了国进军 反而留在山口坐等进攻呢 就等龙王一声令下 龙小士挥拳砸在身前的矮桌上 因为我们没打算离开大雪山 年纪最大的洛神峰组长龙秦英 提出另一个说法 其余三位组长各有倾向 纷纷点头都没有开口 只有方文士连连摇头 诸位觉得大雪山连战连结 在下却认为大雪山一败涂地 何未胜何未败 不能只看一时一地 军事的话有点费解 惹怒了五位组长 龙小士扬起中箭喝道 胜即胜败即败 清楚明白 有什么一时一地的 难道大雪山在战场上杀敌战将 反而是战败者 大雪山剑客 挥剑未必是想杀人 很多时候只是表达情绪的一种方式 方文士明知如此 心中还是有点忐忑不安 假装低头思索 背负双手迈出几步 离龙小士远一点 然后说道 让我打个比方 过去这些年 大雪山武风争斗不休 相互间有胜有负 可是与宿敌金鹏宝一比较 难道不是一败涂地 即使所谓胜者 方文士话没说完 五位组长一起亮出中箭 其声呵斥 方文士知道自己说错了话 急忙向龙王身边靠拢 剩下的半截话也咽了回去 顾胜为抬手阻止愤怒的族长们 不知者不罪 然后转向惊魂未定的军事 方文士 大雪山武风归一 过去的事不可再提 谅你无知初犯 不予追究 再犯及时死罪 方文士拱手致歉 心里却一秃吐 提醒自己 跟这群野蛮的山民打交道 可得小心在意 千万别霸业未成 就死在莫名其妙的事情上 让我另换一个比方 甲乙两国 甲国十万精兵 派出一万 乙国两万精兵 也派出一万 大战之后 甲国全军覆灭 乙国损失五千 谁胜谁负 这听上去更像是一个算术问题 族长们嗤之以鼻 龙小士回道 当然乙国胜啊 就算只剩一个人 敌人全军覆没 也是乙国胜 可是甲国十万精兵 只损失一成 乙国两万精兵 就亡其四分之一 此战虽胜 第二战 第三战 第四战呢 族长们觉得 谋士的话有点道理 又像是强词夺理 全都低头 寻思着怎么反驳 方文士趁胜追击 继续说道 譬如乙国 常去植入帝国 烧杀强掠 获得大量战利品 但是损失一半人马 以至于来年没有实力再出兵 失生失负 再譬如乙国 尽是精兵强将 美战必胜 帝国兵力虽弱 金钱却有无数 战败之后 马上组建新军 源源不断 长此以往 谁胜谁负 组长们慢慢明白了 军事的意思 罗晨峰组长龙秦英 在开口时 客气了许多 方先生 不用再譬如了 就说说咱们大雪山 跟金蓬堡输了国吧 方文氏出战告捷 信心大增 看了一眼不动声色的龙王 继续说道 大雪山 三战连胜 但是寸土未得 输了乃是西域大国 损失区区上千人不在话下 接下来实战 百战 都能打得起 大雪山呢 每一次都要死几十个人 一直打下去 还能剩几个人 是我心之口快 有话直说啊 所谓五千人马 不过是 号称的马 大雪山剑客 不习惯撒谎 被方文氏这么一问 都有点脸红 龙小士 咳了两声 五千人是没有 大概 三千吧 三千 这是虚数 实数呢 龙小士 说不出口 低头不语 郭盛维插口道 实打实一千二百人 一千五百匹马 有时多些 有时少些 方文氏 昨晚与龙王谈的 多是西域大局 细节了解的不多 听说如此之少 心中不禁有点打鼓 转念一想 自己折服多年 好不容易得到赏识 虽然不能大展拳脚 牛刀小士 还是可以的 于是摇摇头 以区区千余人马 对抗输了国 恐怕诸位永远 没有机会 见着金蓬堡 不如就死散了 大雪山 地方歉里 大家跟从前一样 躲在里面 老死终生 岂不更好 组长们 很少与谋士打交道 一击就怒 又都亮出中箭 连身呵斥 大剑锋组长 是名忧然壮汉 脾气暴裂 在龙王和洛神风 老组长龙琴英面前 一直隐忍着 这时再也按捺不住 一巴掌拍碎了身体的矮戳 长跪而起 横眉怒目 小子 你瞧不起大雪山吗 咱们打个赌 三年之内 我要是登不上金蓬堡 人头给你 登上了 你把人头给我 放闻时又向龙王身边 靠拢几步 心想 早晚得给这些剑客 定些规矩 否则的话 自己一切 手无负极之力的书生 混迹其中 实在危险 表面上 却无所畏惧 反而仰头大笑 哈哈哈哈 这个赌也太容易了些 这要成了俘虏 自然有机会登上金蓬堡 大剑锋组长 愤然站起 但手请着中箭 怒喝一声 竟然斩了 刚上任不到一天的军事 方文氏激将法用过头 把自己也吓了一跳 一步窜到龙王身前 美少年出南平 常见出窍 站在军事身边 龙王不开口 罗申风组长急忙起身 挡住暴怒的大剑锋组长 疯了吗你 忘了咱们一起发的誓言 大剑锋组长心中一惊 他们曾经指天发誓忠于龙王 其中一条就是 在龙王的帐篷里不能随意杀人 于是吹下中箭 难难地语 大雪山剑客都不怎么会道歉 说的话只有自己才能听清 龙王仍不开口 一场小小的风波算是就此过去 方文氏心中烧暗 扭头看到出南平仍持剑而立 眼睛看着的却是自己 楚南平冷冷地说 龙王五步之内进入 方文氏原以为大雪山没有规矩 这时才发现 其实是自己不熟悉这里的规矩 想起昨晚夜谭的时候 龙王跟自己一直保持着距离 于是善善地退后几步 连可几声 整理被打断的思路 谭多锋独演组长龙孝氏开口打圆场 听方君氏的意思 想必已经有攻破金蓬堡的妙计 妙计是没有的 方文氏改不了抠字眼的毛病 话语出口自己也后悔 忙又补充道 不过大略还是有的 请问诸位 输了国与金蓬堡 大雪山跟谁的仇更深险 方文氏虽然声称不参与报仇 但也懂得随机应变 对大雪山剑客奖霸道没用 必须说复仇之道 当然是金蓬堡 大雪山家家都有亲人死在金蓬杀手刀下 或者诱饵被抢走 龙孝氏的回答 得到其他几位族长的赞同 纷纷点头 面露悲怒之意 输了国虽然派兵堵住大雪山最重要的山口 但是目的简单 只是防备山民侵犯边境 不向金蓬堡 向山里派出大量的奸细与杀手 干涉各部落的征战 既然如此 大雪山留在这里与输了国对抗 就是大大的失误 平白耗费实力 却伤不着金蓬堡一分一毫 那又能怎么办 大雪山跟金蓬堡隔着整个舒乐国 想进攻金蓬堡 必须得先打败舒乐 龙孝氏两手一探 觉得这是非常浅显的道理 非也非也 方文士又连连摇头 舒乐乃是大国 想战败他谈何容易 要我说呀 与其抱着不切实际的想法 不如退一步 与舒乐讲和 借道直逼金蓬堡 你是说想舒乐投降 大建峰组长又想拍阿尔齐 发现面前的桌子 已经成了一地碎片 手掌只好做出一个暗的动作 当然不是 比如诸位学剑 不也是先拿轻剑 再改中剑 最后换中剑 舒乐是超重的剑 大雪山想要挥动他 先得能拿得起金蓬堡这一柄 一般的中剑 方文氏的辟儒 再次奏效 大建峰组长不吱声了 洛神峰老组长龙秦英开口道 方先生说的 有道理 可是舒乐国正与大雪山交战 跟金蓬堡又是一求之和 怎么可能借道给咱们 方文氏昂首挺胸 要是连这种小事都做不到 他还当什么说客 谋事 方某不才 自荐一入输了果 说服国王 指并惜客 借道给大雪山 五名组长面面相觑 都不怎么相信 穷酸书生的狂言 龙消失 皱眉说 就凭 你这一张嘴 当然 不过 我也有几个小要求 请说 五位组长同时开口 安车一辆 护卫失明 黄金一万辆 亲爱的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经典武侠小说 四人经 作者 兵临神夏 演播 全勇 第254集 方文氏夸下海口的第三天 他的要求差不多 都得到了满足 比他所要求的还要多 安车一辆没问题 护卫一下子派出了18名 只是万两黄金 军营里没有 必须等到 输了国都城之取 方文氏大体满意 就是对护卫队伍感到有点别扭 龙王本人竟然也要跟着他一块去 他回忆自己看过的谋士传奇 好像还没有带着主人一块去游说的 都是知身附地 若干日之后 大功告成 风光回禀 期间的过程 某是自己怎么吹嘘都行 龙王跟在身边 他对那万两黄金的发挥余地 可就不达了 我看大雪山均心未闻 龙王此时离开 只怕不妥呀 方文氏仍希望能劝得龙王留下 并非我想监督军事 可我若不亲自前往 那万两黄金 谁也只取不出来 龙王给出的理由十分充分 方文氏再也无法反驳 他的提醒 过程为其实早就想到了 大雪山五峰部落联合的时间 才几个月而已 从前的仇恨远没有被遗忘 过程为靠着神鬼莫测的刀剑 和龙杏仁恐惧不已的红顶大棚 才勉强镇住众人 随便一件小事 都有可能导致内斗冲起 在如此不稳定的时期 离开军营 过程为有着不得已的原因 一是那万两黄金 的确需要他本人之取 而是粮草不足 他得想办法解决 三是 他还不能完全信任方文氏 早在几年前 他就已经下定决心 不再相信任何人 顾审为指定谭多锋组长龙孝氏 但是临时统帅 谭多锋剑客最多 力量最强大 其他组长都没有异议 洛神风组长龙秦英担当兼帅 任务只有一个 确保大雪山坚守不出 无论输了国如何挑衅 都不要出去应战 五位族长每人指派一名 最重要最亲近的子孙 跟随龙王身边 担当贴身护卫于人质 龙秦英的直系后人都死光了 派出的是族内 声望最高的一名年轻人 并且当众宣布死后 要将族长之位传给他 顾声为另外要求美族 再选出两名十岁以下的儿童 男女不羡 跟他一起到输乐国都城学习武功 以其人之道还斥其人之身 金鹏宝偷抢大雪山子弟 是为了培训成杀手 咱们干脆自己培养 同样是杀手 校中的对象却截然不同 左选儿童 均需自愿 报名的人不少 顾声为亲自选拔 跳出十名最好的苗子 就这样 游说队伍出发了 方文士很快发现 这跟自己想象的不太一样 十八人的护卫队伍中 有龙王跟两名少年侍者 十名大雪山儿童 和五名蔚来的组长 没有一个人能听他的指使 就连赶车的马夫 也是一名威武的剑客 少言寡语 除了赶车 奴仆的事一概不做 每个人的口粮 都是自己随身携带 于是 心怀壮志的毛氏 虽然如愿坐上司马安车 身边摆成遗落的 却不是金银绸缎 而是硬邦邦的肉干 兴山不堪 方文士还没有离开军营 就吃够了 作为一名常年忍饥挨饿的书生 他的口味 窜上得跟野心一样快 输了国三战结败 正重新集结大军 一时半会儿没有进攻计划 游说队伍头两天绕行荒野 倒也没有预兆阻结 第三天拐入了大陆 人多眼杂 不能太惹人主意 剑客们的重剑 都藏在马车里 如此一来 留给军事的空间 可就更少了 方文士正经为作 一动不动 勉强能躲开那些明晃晃的剑刃 说是安车 其实一点也不安 在第一处市镇 顾审为雇了两辆马车 让十名儿童乘坐 这样一件小时 却惹来不小麻烦 大雪山子弟以坐车为耻 宁可步行也不愿上去 五位组长继承人 好说歹说 才向他们劝服 这些暂时的挫折 方文士都能忍受 天将将大人于私人也骂 他受得了苦 让他受不了的是 心里憋得慌 在龙王以下 大雪山剑客一个比一个沉默 常常是行走一整天 都没有人说话 只有铁玲龙比较活泼 时常跟军师说几句 可他年龄小 见识少 听不懂方文士那一套 反而对路边的花花草草 更感兴趣 方文士 以无所不知为己认 所以搜长瓜度地 从古书中找出不少名字 红骗小姑娘 倒也头头是道 算是略界仇闷 除此之外 他就只能是不停地搅肉干 让嘴巴不要闲下来 队伍出发的第十三天 输了国都城 遥遥可见 方文士吃光了最后一块肉干 决定跟自己的主人 好好谈一谈 龙王 咱们就这样进城可不行啊 怎么 你瞧这些人 我不是指你啊 一眼就能让人认出来是大雪山出来的 只怕我还没有见着输了权贵 咱们就一块当囚徒了 我有准备 龙王 龙王既然已经发话 方文士不好再说什么 可是心里很怀疑 年轻主人的准备是否妥当 一行人当天没有进入独城 而是拐入郊外一处隐蔽的庄园里 早有奴仆等候 背下干净的衣裳 与丰盛的酒席 众人洗漱之后换上新衣 大雪山的人不习惯这些轻软的棉绸 一个个好像没穿衣服似的 扭捏不汗 一会儿摸摸光溜溜的脖子 一会儿彻彻一脚 都觉得不如原来的皮沾舒服 只有方文士觉得自己这个军事 终于有点样子了 整套的新衣服 新鞋 配饰 雨扇 一样不缺 菜肴也比肉干美味一百倍 但他知道轻重 一吃过饭就回到自己的房间 躲在里面对着镜子 摆姿势 相自聚 好些天没跟人辩论了 他得先演练一下 当天晚上 方文士见到了万两黄金的提供者 徐小艺如今常用的是自己本名 徐义 他来到书洛国都城 已经两年多了 是这里小有名气的巨商 巨商这个称号 放在他身上有点夸张 徐小艺一直没怎么长个 但是留了一片小胡子 现在成熟不少 许多人都会被这个小个子欺骗 以为可以占他的便宜 最后才发现 吃亏的是自己 徐小艺早已得到消息 给每个人都带来礼物 对新任军事尤为尊敬 送上的礼物比别人多些 但是说几万两黄金 就皱眉头了 有点困难 这几个月给大雪山 供应马匹与粮草 花费不少 还得花钱打点关卡 山里运出来的那点皮毛 草药可远远不够 宽哥 拿出一万两黄金 咱们可就要见底了 方文是猜到这么大一笔钱 不会轻易到手 已经提前想好了说死 不然 争霸西域也是生意 但是规模大得多 今天花出去一万两 明天没准就能收回两万 乃至十万两 用这一万两黄金 明年我肯定能收回一万五千两 徐小艺对没准的事不感兴趣 他现在是精明的商人 买一批美玉和香料运到中原 带回丝绸 还能赚得更多 顾身为对钱不是很在意 但这是他必须考虑的问题之一 对一万两黄金 让方先生随便用 归空我会想办法补上 徐小艺嘴上不说 心里可有点疼 虽说本钱都是欢歌提供的 这两年在他手里可也增值不少 方文是注意到这位财主 与龙王关系密切 大概属于心腹之人 想要争取他的好感 于是马上说道 我不会随便用 输了国国王的弟弟 把持朝政 想见国王必须经过他这一关 此人贪财好色 钱太少他看不上 好色 我姐姐在就好了 徐小艺叹了口气 还是没办法心甘情愿地 拿出万两黄金 方文是拿不准财主的这句话 是有实质还是讽刺 没敢接话 徐小艺一拍脑门 对了 就是你说的国王弟弟就是石丞相吧 没错 实现石丞相 输了国一多半的事情都是他做主 方文是对西域各国的了解 都来自于间接线细 一多半属于道听途朔 但他不想露窃 与其十分肯定 徐小艺没有反驳 他想起的是另外一回事 要是这样的话 这万两黄金可能还真不多 我听说金崩宝来人了 救助丞相府里 来的是谁 郭神威马上追问道 真是巧了 金蓬宝的人昨天才到 具体情况我还没有问出来 不过肯定有二少主上官天 还有一位红公子什么的 这两人不足为据 郭神威忌惮的是另外一个人 有没有叫张吉的 有人正帮我问着呢 明天一早 就能拿到全部名单 张吉一是厉害的杀手 方文士心中坠坠 斗嘴他在行 要是对方派出杀手 他可说不过人家 不 张吉是谋士 那位教书先生 曾经交给顾审围许多东西 但他现在不敢肯定 此人是敌是由 一听说是谋士 方文士不怕了 派出胸脯保证 伦王 尽管放心好了 有我在 方文士才说出头两个字 伦王脸色一变 蹭得窜出房间 军师一时没有反应过来 又说了几个字 才发现面前空空如也 徐小义经验丰富 发现不对 立刻吹熄蜡烛 躲在桌子底下 不管当上多大的财主 他对自己的命 还是更在意 方文士出出茅庐 对江湖险恶没有切身体会 好奇心战胜了胆怯 悄悄走到门口 向外张望 什么也没有 院子里既无一人 连龙王也没有踪影 方文士正纳闷 院子中间突然就多了一个人 他甚至没有看清 是从哪个方向冒出来的 接下来的场景 让他吓得目瞪口呆 从此以后 再也不看龙王用刀 郭审为一直潜藏 在门口的盆栽后面 已发现目标立刻跃出 吓到无声灰处 将闯入者的头颅割下 那人僵力不动 直到脖腔里的血 喷得差不多了 再一头再倒 出南平在屋顶现身 手里拎着另一颗人头 点点头 表示刺客救着两个人 两个人都不是高手 郭审为一到灰处之后 却觉得心情舒畅 好似游子返乡 看到熟悉的景物 倍感亲切 群龙之首 五封之王 只是一副面具 他现在 又是杀手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经典武侠小说 《死人经》 作者 冰临神夏 演播 全勇 第255集 舒乐国是西域少数几个 能挡住金风宝势力的国家 也难怪 哪个强国都不希望 内部有太多杀手存在 郭审为将徐小义安置在此处 这算是最重要的原因 他本人从来没有来过舒乐城 情报都要靠徐小义收集 金鹏宝在城里有一家 打着标局旗号的分支 规模不小 共有百余名标识 承接正常的行标生意 但是有传言说 标局里隐藏着不少杀手 徐小义对此有确切的情报 他伸出一只手 就五名 不多不少 一位大臣告诉我的 绝对不会错 不过别小瞧这五个人 其中一位是石包里的刀主 叫县凯 平时不怎么露宴 其实一切事情都由他做出 总标头只是个摆设 徐小义相信刺客就是 刀主向海派出来的 他手下有一帮人 专门打他消息 最近几个月一直盯着我 恐怕这俩人 不是来杀你 而是笨我来的 不管是笨谁来的 只要在附近一打听 大雪山众人的行踪就会暴露 郭慎为决定马上转移 庄园是徐小义托人拐了几道弯租下的 放弃也不可惜 当晚他亲自将十名儿童带走 培养杀手的地方必须保密 具体地点只有他和郭慎为知道 其他人连夜住进城外的一家客栈 但是分成两伙先后入主 假装互不相识 方文氏惊魂未定 对龙王的惧怕多了一分 敬意却还没有增加 杀人跟争霸是两回事 擅长钳着的人 未必就适合后者 这名年轻的杀手到底是不是民主 方文氏觉得还有待观察 所以 当龙王询问输了国情的时候 方文氏的回答简单额要 国王不怎么管事 朝政都交给弟弟实现 自己专心享乐 所以说 这次游说的对象 与其说是国王 不如说是丞相 万两黄金肯定是少不了的 石丞相是只吞钱的猛虎 不填饱他肚子 想借到攻打金锋宝 绝无可能 你又把握说服他 顾盛为不得不产生怀疑 金鹏宝在西域经营多年 在输乐国虽然根基不厚 却有着广泛的人脉 二少主上官天 住进丞相府 已经表明双方关系密切 顾盛为还记得 当年孟夫人杀死大少主的时候 有几位少主 也是躲在输乐国 寻求庇护 方文氏能力受到质疑 好比杀手的刀法不被信任 右手抬起 停在宫中 做出一个十分坚定的姿势 要是我十分把握 那是我吹牛 九分还是可以保证的 我有准备 如今我代表的是大雪山 要是说不服石丞相 立刻就得人头落地 你说 我会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吗 顾盛为微微低头表示歉意 方先生说的是 一切尽凭先生做主 不过事情没那么简单 第二天一早 输了成内外的气氛 发生了变化 围剿大雪山并非倾国之战 打了几个月 对普通百姓的生活影响也不大 突然之间 官兵变得紧张起来 到处都有全副武装的士兵巡视 客店挨家接受检查 所有外来者 都得说明来意与停留时间 还得出示进入国庆的通关谍文 好在徐晓忆早有准备 通关谍文早已准备好 印章等一应俱全 还带来几包货物 让顾盛为等人假冒伤骨 大雪山剑客 相貌粗野惹人注意 都躲在屋子里 由范文氏出面打点一切 行贿这种事 他当年周游列国的时候 在权贵的大门口做过不少 家当就是这么败坏光的 所谓清澈熟路 接连两拨官兵 都被他轻松地打发走 没有引起任何怀疑 下午 徐晓忆偷偷摸摸地过来一趟 带来消息说 这次全城搜捕是 丞相直接下达的命令 显然 金鹏宝的客人 已经知道大雪山派人 混进树了城了 郭晨伟单独与徐晓忆谈了一会儿 了解实现 石丞相的为人 徐晓忆的说法 与范文氏的不大一样 他久居说了 虽然没有见过石丞相本人 但是与不少大臣有过交往 说的话似乎更加可信 石丞相是有点贪财 不过也很好施 银子经过他手 没几天就能划光 有个天灾人祸什么的 丞相府开仓放粮 比国库还快 全城百姓 谁没有得过丞相的好处 至于好色 男人嘛 谁不好色 你不好色 可是人家是丞相 养起是名机械 再正常不过了 听你这么一说 石丞相毫无缺点了 倒也不是 徐晓忆沉思一会儿 石丞相有个脾气 你越低贱 他越客气 你越高贵 他越骄横 所以百姓是喜欢他 大臣们可就 不过也没有人敢吱声 方先生有一句话说得对 舒勒的朝政是把持在丞相手里的 看来这万两黄金不好送啊 郭沈为担忧的是 石丞相心怀大志 既然与金鹏宝结盟 恐怕不会接受大雪山的贿赂 徐晓忆眼睛一亮 我也是这个意思 其实他心疼的是一万两黄金 我认得大将军手下的一位幕僚 只要花不到一半的钱 就能让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放大雪山经过输了国 郭沈为摇头不语 徐晓忆想得太简单了 若是没有输了国的官方认可 借到攻打金鹏宝 会让大雪山陷入父辈受敌的境地 方文氏的选择没有错 只是金鹏宝已经抢得先计 事情就难办多了 这位石丞相 胆子怎么样 徐晓忆没太听明白欢歌的意思 伸手挠到头 脸上幼稚迷惑的表情 连唇上的一片胡子也遮掩不住 慢慢醒悟 这个我不太清楚 不过丞相每次出行 必然是前呼后拥 卫兵也都是他自己出现养的 金鹏标局里的刀主向开 据说常常担任丞相的天生护卫 郭沈为心中有点数了 又问起昨天的问题 张吉跟上天官一块来的吗 没有 这个张吉很厉害吗 徐晓忆将一份手抄的名单交给顾尚伟 上面一共有三十多个名字 果然没有张吉 不好说 顾尚伟没有多说解释 在他心目中 最理想的谋士应该是张吉 并非方文氏 这两个人相比较 他觉得张吉的胜算更大 但他现在只能选择相信方文氏 这个狂妄的书生 自称有办法说服是成相 郭沈为决定在他身上赌一把 留在大雪山终归是没有前途的 不管是争霸还是报仇 都没有实现的可能 方文氏留在客房里 越来越焦躁不安 来到舒乐城已经三天 一两黄金也没见着 龙王还莫名其妙地消失了 只留下一句话 等我消息 不要乱走 什么消息 等到什么时候 一概没说 身为军师 方文氏觉得自己 没有得到完全的信任 关于这一点 他倒不怎么担心 谋士的命运向来如此 只有等到建立奇功之后 才会让所有怀疑者大吃一惊 想象着龙王与大雪山剑客们 大吃一惊的样子 方文氏心里稍微安定了一些 又将准备好的说辞 在心中重复了一遍 觉得无懈可忌 舒乐国谁一听了这些话 还会支持金蓬堡 天下大势近在眼前 只是谁也没有他方文氏 动落观火 想到得意的地方 方文氏忍不住 放声大笑 随后又黑黑冷笑 转过身 发现门口站着一名剑客 正用惊诧的目光看着他 龙王要见你 剑客说 方文氏心中大为不满 这群剑客总是这样 没有规矩 进屋不敲门 说话冷冰冰 顾声为从城里回来了 一见着军师就问 方先生 你胆子够大吗 够大 胆子大乃是谋士的最基本要求 你想 无刀无剑 无权无势 敢在帝王面前距离力争 胆子能不大吗 那就好 我已经替先生打点妥当 你这就出发 前往丞相府 一进城 就会有人将黄金交给你 事情的进展有点仓促 不过刚刚自夸胆子够大 方文氏绝不想显出犹豫 况且他已经准备了很多天 随时都可以上场 于是略移广首 请龙王在此静候加音 顾声为点点头 有劳先生 方文氏只担一名剑客 充当随从 两人骑马进城 徐小义果然等在这门口 身后跟着实名大汉 抬着五只大木箱子 方文氏心动不已 谋士拿到运作资金 都是自作主张 按惯例 要拿点回扣 他倒好 连黄金什么样都见不着 这是第一步 方文氏想 跟做生意一样 先得投钱 才能赚钱 一行人傍晚时分 来到丞相府 不用通报 就有人出来迎接 徐小义到门止步 没有跟着进去 送的钱多 果然就是不一样 方文氏心生感慨 当年他贿赂门房 不过五两 十两银子 常常如石身大海 不要说权贵 连地位高点的管家 都见不着 这回就不一样了 先是一名管家 出来迎接 随后是一名总管太监 在客厅宽奈 不到一炷香时间 输了国丞相实现 就现身了 石丞相面貌威严 态度却很亲切 说话得体 让方文氏 有如沐春风之感 在他心中 这才是争霸西域的 枭雄模样 可惜 他注定只能辅佐一名 叛逃的杀手 不过 石丞相没给方文氏 劝说的机会 而是说 会找机会 向国王 引荐大雪山使者 至于什么时候 就得慢慢等了 前后不到一刻中 会见结束 万两黄金被抬走 甚至没有留客吃饭 方文氏 茫然走出客厅 对石丞相的好印象 一扫而空 大有上当受骗之感 心情低落 不知道怎么向龙王解释 这种敷衍的承诺 他听得多了 知道十有八九 永无下文 方文氏想着心思 向府外走去 刚到大门口 就听身后有人喊道 拦住他 十余名卫兵 亮出兵器 方文氏吓了一跳 身边的剑客挺身而出 可是没带重剑 只能赤手空拳迎敌 没什么胜算 总管太监 气急败坏地追上来 好大的胆子 给我拿下 卫兵一拥而上 方文氏撞起胆子问道 总管 这是从何说起啊 有道是两国交兵不斩 不斩个屁 总管太监气得脸色通红 连脏话都说出来了 你送来的巷子里 怎么藏着半颗人头 是谁斩大 方文氏身子一晃 差点摔倒 终于明白龙王问自己胆子大不大 是什么意思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经典武侠小说 四人经 作者 冰临神夏 演播 全勇 第256集 顾身为一连三天监视金鹏宝刀主向凯的行踪 混在人群中 浮在屋顶时 他常会莫名其妙地想起自己从前的助手来 出南平是名不错的剑客 顾身为传给他五张舞蹈书 又用死人经改进无情剑法 令少年的武功取得长途的进步 作为一名逝者与护卫 出南平无可指摘 但他不是杀手 在最危急的时刻 需要当机立断的时候 两人之间缺少那种灵犀一点的默契 或许这怨不得少年剑客 顾身为想 他已经没有办法对任何人付出十分的信任 自然也就得不到相应的回报 顾身为抛掉无意义的杂念 开始动手准备暗杀盗主向凯 二少主上官天来访舒乐成 向凯也跟着住进了丞相府 但他每天都要回镖局对面的茶馆一趟 听取手下人收集到的情报 五十之前 他会到楼上的一间房间里休息一会儿 然后下楼吃过午饭 返回丞相府 如果有急事 他会走得更早 顾身为选定的暗杀地点 就是茶馆楼上的那间房 门外的走廊是开放的 正对着金棚标局 白天要想进去 很难不惹人注意 所以他在凌晨时分 与出南平来到楼上 县海每次进屋之前 都会在门口停顿片刻 所以 顾身为没有立刻推门进去 伸手轻轻地从门缝顶部 一路摸到底 来回摸了两次 终于发现门缝里塞着一小块纸 门一开就会掉下来 顾身为掏出匕首 用刀尖压住纸片 出南平掏出钥匙 打开门锁 这钥匙 是徐晓忆花大价钱 从一位老索将那里买来的 老索将对标局一带的人家 极为熟人 几乎每一把锁 都是他造出来的 这把钥匙 号称能打开差不多一半的锁 咔打 老索将没有吹牛 对得起那一百两银子 出南平换手握住匕首 顾身为闪身进去 轻轻关好房门 让一切恢复原样 接下来的事情 又是等待 杀手对此已经习以为常 暗杀行动的一多半时间 都用来监视与收集情报 剩下的时间 基本就是等待那个最后瞬间 杀人过程短促的不值一提 被杀手无论武功有多好 因为失去仙招 总是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 顾身为轻轻跃脊 手搭在房梁上 来回摸索了一会儿 确定上面没有机关 才翻身上去 仰面躺在上面 屏出思虑 静静地准备一两时辰之后的 那一刀 向海这两天忙得很 他得到一个奇怪的情报 说是大雪山匪首杨欢本人 混进了初乐城 他对此比较怀疑 大雪山正与输了国大军对峙 在如此关键时刻 群众无首似乎不应该离开 这天早晨 他刚在茶馆里坐下 就有手下人送上来确切的情报 大雪山派出一名使者 想要与输乐国讲和 中间人是那个叫许一的商人 已经跟石丞相联系上了 这里不是碧玉成 向海暗自感叹 如果是在金鹏堡的地盘里 这种事情就好解决了 他是杀手 技巧丰富刀法纯属 在输乐国却少有用武之地 讽刺的是 他跟二少主就住在丞相府里 却一点也没有听说 丞相暗通大雪山的消息 向海觉得这是一件紧急情报 应该马上向少主回禀 他已经站起身 又来了几名手下 砸起砸巴的说了不少东西 等到听完所有情报 向海又觉得这件事 或许没有想象中的紧急 丞相的行为他不知道 并不意味着二少主也不知道 于是他决定一切照常 门锁完好 纸片也在 向海打开门 一名随从先进去 查看一圈 出来之后点点头 表是没事 自己下楼去了 向海进屋 将房门关好 这里属于他 只有在这件屋子里 那颗紧绷的心才会稍稍放松一点 有时候他觉得这件屋子 过于奢侈了 身为杀手他不该有片刻的放松 今天情形有点不大对劲 进了屋子 他也没有感到放松 周围的摆设全都显得很陌生 好像进错了房间 向海握住侠盗刀柄 寻找不安感来自何处 顾盛维觉得自己的暗杀技巧退步了 在大雪山当了几个月的群龙之首 五风之王 让他有点不习惯收敛锐气 下面的暗杀目标 已经感觉到他的存在 但他还是动手了 在向海抬头仰望的一刹那 狭刀笔直的从天而降 锋锐的刀尖刺破薄薄的衣裳与皮肤 一路势如破竹 对杀手来说 最理想的效果是杀子目标 及时后退 防止敌人的垂死挣扎 顾盛维想到了这一点 手中的刀却没有随心所欲 他好像变得张扬了 渴望着一次到底 结果使得主人的撤退 稍晚了一点 向海的侠盗 在杀手内部留下伤痕 然后人跪下 弯腰以头底地 形成一个古怪的弧状 顾盛维不在乎身上的伤势 让他吃惊的是短短几个月 自己的杀手意识竟然退步如四 他马上想到了上官法 独步王高高在上数十年 靠什么维持敏锐的直觉 他将这件事记在心里 决定以后务必要弄明白 割下人头 收在囊中 顾盛维推开一道门缝 猫腰闪出 避开对面标局可能存在的监视 快步下楼 与守在街头的出南平迅速离开 期间有人注意到他的泪下的血迹 还没有来得及表露怀疑 就已经失去了杀手的踪迹 因此 当方文氏当天傍晚到访丞相府时 里面的人已经听说向海被杀的消息 石丞相不动声色 是想了解一下大雪山的底细 在他眼里 向海乃是顶级的金鹏宝杀手 这么容易就被杀死 让他对那名叫杨换的叛逃杀手产生了兴趣 向海一死 上官天立刻认定凶手是杨换 要求全程通缉 石丞相没有马上同意 如果金鹏宝就这点本事 他还不一定支持谁呢 说客来了 夸夸其谈 石丞相听得厌烦 看在一万两黄金的面子上 勉强敷衍了一会儿 打发对方走人 他已经指定杭家跟踪其后 希望顺着这位迂父的书生 找到真正的杀手 他抱着好奇的心态 看待这家暗杀 绝对没有想到事情竟会牵涉到自己身上 总管太监收下黄金 客人刚走 他就惊慌失措的跑进来 向丞相报告匪夷所思的情况 箱子里装满了黄金 可是有一只箱子里 还装着半颗人头 石丞相冲到后面看了一眼 差点呕吐 许多情绪同时涌上心头 最后愤怒压过了一切 他是王帝 当朝丞相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在苏勒国 在西域所有国家 还没有人敢向他发出如此赤裸裸 血淋淋的挑战 他原以为对方是一伙土匪 所以表现得平易近人 现在他要让这帮恶徒明白 谁才是苏勒国的主宰 方文士与剑客随从 被卫兵驱赶着回到客厅时 石丞相已经心中起了杀机 混蛋 石丞相一看到这两个人 心头的怒火就再也按捺不住 从随从腰下拔出弯道 像疯了似的冲过来 大叫大嚷 你怎么敢 旁边的人怕闪着丞相 纷纷上来扶持 方文士一声颠簸 遇到过不少危机 这回 却是第一次知道 吓得尿裤子是什么滋味 不要说躲避 连双腿在哪都感觉不到了 在心里将龙王全家上下 骂了个遍 真想用唾沫淹死 那个阴险的杀手 骂人的好处是发泄 发泄之后平静不少 方文士突然心一横 左右都是个死字 干嘛不放手一搏 双脚还是没力气移动 但是高昂起头 白洞一进 将一小滩水计遮住 先不说两国交兵不斩来时 就说拿到钱杀人这是 难道这就是输了国的待客之道吗 待客之道 师丞相连眼爆红 弯道架在书生脖子上 那人头是怎么回事 想吓唬我 一群土匪想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 威胁输了国丞相 今晚我就要要扬唤的人头 一个月之内 踏平大雪山 方文士对人头一无所知 表面却不露声色 微微冷笑 黄金总是真的吧 石丞相一愣 他看着半颗头颅就扭过头去 根本没细看黄金是真假 太监总管五只箱子都查看过 知道其中装的都是十足的真金 于是冲丞相点点头 石丞相有点迷惑 要说大雪山有意威吓 干嘛还要送金子来 难道以为这点小伎俩 就能让堂堂一国丞相屈服 不管真金假金 你和你的主子都得死 黄金是真的 方文士心里又有点底了 石丞相也太心急了些 看看人头是谁 再动到也不迟 是谁 你说 方文士装出一切 安属于心的样子 是谁 丞相不妨亲自查看 没准这是丞相所恨之人 我家主人送来的礼物呢 方文士真心如此盼望 石丞相可不怎么相信 输了国之内 还没有他恨而不死的人 除了刚刚得罪他的杀手扬唤 再说那可人头只剩下 不知左右的哪一半 血肉模糊 怎么可能认得出来 招供杨欢的下落 我或许饶你一命 石丞相的弯刀 仍然架在书生脖子上 心中怒火又起 此抽不报 他在整个输了国 都得沦为笑柄 不瞒丞相大人 我家主人的藏身之处 连我也不知道 我多说一句 金锋宝花了三年时间 也没上找我家主人一根汗毛 输了国虽大 寻找杀手这种事 未必就比金锋宝强 丞相大人要是实在觉得不解气 尽管砍下我这颗头就是 不过我只怕 丞相大人事后 要后悔啊 我就后悔没早杀光 大雪山的杂种 方文师一边冷笑 一边脑子里飞快运转 想办法 龙王也真是 出了这么一招 竟然也不提醒一声 大雪山杂 剑客脖子硬 可不怎么好看 丞相大人此刻自身难保 还想着剿灭大雪山吗 方文师随口乱说 石丞相心中却是一镜 你说什么自身难保 方文师继续冷笑 心里却急得跟猴脑一样 正无计可施 救星终于到了 一名侍卫匆匆跑来 傅在丞相耳边 小声说了几句 石丞相脸色巨变 拿到的手 都有点颤抖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经典武侠小说 四人经 作者 冰临神夏 演播 泉勇 第257集 方文师与剑客被关在一间屋子里 直到半夜 才得以走出丞相府 出城回客栈是不可能了 好在徐小义已经安排住所 两人一出丞相府就被接走 不至于流落街头 进入客房 方文师脱下潮湿的内裤 终于将憋在心里的一口气吐出来 对龙王杨欢破口大骂 好像对方就站在面前似的 最后指天发誓 明天不辞而别 就是一路要饭 也得回老家 再不给混蛋小子当军事了 顾生为没有听到这番话 方文师第二天也没有甩手就走 让他改变主意的不是金钱与权势 而是一个女人 女人推门而入 靠在门框上 上下打量着 逛着两条小腿的书上 还没见过你这么急的客人 你是谁 方文师面红耳赤 身体半顿 用衣巾挡住腿脚 有人出钱 让我来服侍你 怎么 对我不满意吗 方文师张着嘴 觉得自己似乎说了什么 又好像什么也没说 女人笑 太爷跟着笑 将要饭返乡的想法 丢得干干净净 这样 方文师根本没有心思去了解 丞相府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竟然让施丞相神情恐慌 将到手的两名人质 放走 直到第二天上午 徐小义亲自来安慰受惊的军事 方文师才从他嘴里问出详情 送到丞相府的木箱子里 有一只里面 藏着半颗人头 另外四只却是正常的 仆人抬往府库 主管过程登记 打开房门 第一眼看到的 就是另半颗人头 头发被戏成记者 挂在房梁上 在众人面前微微摇晃 主管与仆人当时就吓傻了 晕了一个 探了两个 吐了三个 软了四个 结果剩下一个人 勉强还能行动 马上去叫人 侍卫们胆子大些 揭下半颗头颅 与木箱子里的 另外半颗合在一起 认出这就是 常在府里走动的 金棚杀手陷海 石丞相也被这个消息吓着了 府库是丞相府里 所谓最森严的地方 竟然神不知鬼不觉的 被放入半颗人头 要不是这人本事通天 就是府里有内建 无论哪一种可能 都表明一个事实 杀手随时都可以 潜入丞相府 斩取任何人的头颅 放在木箱里的人头 只是一个提醒 府库里的 才是实实在在的威胁 石丞相在愤怒与恐惧之间 摇摆不定 最后决定放走两名人质 随后 他召开金棚宝少主上官天 非常客气地宣告一件事 五天之内 要是不能拿来杨欢的人头 丞相就会改变立场 将大雪山使者 引荐给国王 这就是徐晓义 通过内线得到的消息 方文士摸摸自己的脖子 心里连说 好险 龙王的奇招差点害死自己 可是转念一下 要不是用这种手段 光凭万两黄金 想让石丞相 抛弃金棚宝的确不太可能 如此一来 争斗的焦点 回到龙王身上 他若是能活过五天 及时胜利 顾身为想的 可不仅仅是躲藏五天 他还要继续证明实力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这是一场 士军力敌的较量 金棚宝实力强大 但是在输了国 无法尽情施展 石丞相已经公开表示 不会提供任何帮助 龙王杨欢 则经验丰富 对金棚宝的诸多手段 烂熟于心 第一天 双方的主力同时隐藏 龙王彻底失去踪迹 跟随在身边的 只有美少年出南平 连徐小义 也说不出两人的下落 金棚宝另一边 二少主上官天 与上官红搬出成相府 也消失得无影无踪 两人的随从 则在金棚标局落脚 这一天基本上风平浪静 双方都派人互相监视 但是也都明白 杀手是不会为救人而献身的 方文氏喜欢这个原则 这表示 他目前没有什么危险 可以尽情接受 那个女人的服侍 坐等最后结果 第二天 动静开始闹大了 金棚标局全体出动 除了王公 丞相府 几乎将舒乐成 里里外外问了个遍 大大小小各方势力 都得到口信 提供杀手扬患下落者 赏银五万两 带来人头 赏银十万两 舒乐成很少这么热闹 街头巷尾人人都在交头接耳 打听那个脸色苍白的 青年杀手的下落 访问是 徐小义 几名大雪山剑客 都被犯了出来 颇有人不信邪 觉得能逼出 杀手杨幻 频频上门寻衅 徐小义将所有人 都聚在一起 雇佣与金棚保 无关的刀客 保护大家 舒乐国的官兵 也出面谈压 不许消消闹事 丞相已经下令 这场竞赛 仅限于杀手身份的人 不准波及无辜 这一天 双方都没有战过 但是杨幻给丞相 送人头的事情 穿扬开来 有些人开始 在他的名字面前 恭敬地加上龙王两字 第三天 希望得到赏银的流氓地痞 让绝地三尺寻找 龙王杀手的蛛丝马迹 金棚标局 却掩其息鼓 标识全都被召回 整日不处 许多人相信 金棚标已经找到龙王的踪迹 就等最后出手了 访问是 徐晓义等人 也有点做了一步案 他们的身家性命 与前途 都寄托在那名杀手身上 龙王要是出事 他们马上就会被打回原形 只有铁玲珑 对此无动于众 照常练习刀法 过后还安慰其他人 不用担心 找着来也没事 龙王会把他们杀光的 小姑娘的信心 没有传染给大家 连大雪山剑客 也开始追追不安 祈祷神鸟能够再次降临 救护龙王 红顶大鹏不会随便出现 铁玲珑一本正经的解释 它不是龙王豢养的宠物 谁也管不着它 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 龙王也没有办法随时召唤 众人的信心更受打击 方文氏心里琢磨着 要是事情不妙 得马上却说裁出蓄意 安排后路 自己没准能从中分一杯羹 第四天 金鹏保一方出手 将大雪山众人的信心 打击到了谷底 隐藏起来的龙王 也需要情报 必须有一个人 替他与外界联系 出南平因此行踪泄露 荡完二更 金鹏杀手出动 在一家不起眼的小客店 将易容的剑客包围 杀手共有三十余名 足够清洗一个孝兴组织 许多人这才恍然 没准上官天 早就知道龙王与出南平的下落 一直装糊涂 就是为了暗中调集人手 那晚的战斗 没几人看见 次日的传说就灰声灰色 好像人人亲眼目睹 两名杀手摸进房间 想要捉活口 结果还是惊动了目标 少年剑客破窗而逃 按理说三十名杀手 断不会让一名少年跑掉 但不知怎么的 楚南平就是突破了包围权 其中与四五名杀手过招 互无损伤 有熟悉金鹏堡行事风格的人 言之早早的声称 这是少主上官天的计谋 楚南平肯定被跟踪了 此时此刻 龙王大概已经被包围 第五天 传言满天飞 光是龙王被杀的消息 就有十余个版本之多 连最有信心的铁玲珑 也有点镇不住戏 放弃练习道法 守在徐晓义身边 听取每一条荒诞不羁的情报 只要没见着人头 龙王就没事 铁玲珑定下底线 每次看见有人匆匆忙忙地跑进来 心中都是一斤 全城的居民 都在等待最后的结果 那些想得到赏银的人十分懊藏 甚至觉得受到金鹏堡的利用 白忙活了两三天 于是改为支持龙王 希望他能坚持过第五天 杀手们通常不在白天行事 但是金鹏镖区的镖师们 再次全体出动 包围了一片据说 是龙王藏身的地方 所有进出者 都有人在暗中辨认 面孔稍有陌生 就会受到跟踪盘查 这些镖师 虽然不是官兵 却也没人敢反抗 镖师们包围的地点 是丞相逢一带 这让所有人觉得意外又顺利成长 除了王公 输了城里 还真没有比这里更安全的地方 石丞相以打猎的名义 早在两天前就出城避让 将自己的家让给两伙杀手 但是放出话来 府里哪怕毁掉一根草 这场竞赛也没有胜利者 如果可以的话 那天晚上所有人 都想去观看杀手之间的较量 可惜 这样一场好戏 却不向任何人公开 连官兵也加入了封锁队伍 与标识们一道 将闲杂人等全都挡在外面 只有丞相府里的仆役们 兴奋地等待着 既然自己没有生命危险 谁都想亲眼看看杀手的风采 这可是足够吹嘘几个月的话题 夜幕降临 路口挤满了数百名居民 他们不指望看到什么 听到什么 只想第一时间知道结果 府里真的是太安静了 有自称杭家的人对此做出解释 杀手就是要悄无声息 打得鸡飞狗跳 琵琶乱响 那是官兵跟强盗 说这话的人 被官兵教训了一顿 鼻青脸肿的也不肯走 含糊不清地说 等着看吧 龙王也不是好惹的 他是金蒙宝的克星 一百名杀手也为比 标师们再次教训 这位不相识的家伙 现场从此也跟丞相府一样安静了 二更 人散了一批 三更 人又散了一批 凌晨时分 人走得差不多了 官兵与标师也懈怠下来 大家都在纳闷 丞相府里到底有没有杀手在暗中较量 天刚亮 府门打开 两名仆役打着哈欠出来清扫街道 嘴还没有和尚 就被一群人团团包围 吓了一跳 在听清众人的问题之后 连连丫头 没有没有 连狗都不闹 哪来的杀手 五天已过 迫切地想知道结果的人们四处打听 终于 武师有消息从城外传来 龙王胜了 金鹏宝二少主上官天 耻辱地成为俘虏 亲爱的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经典武侠小说 四人经 作者 冰临神夏 演播 全涌 第二百五十八集 顾身为能活捉上官天 是因为他认清一个简单明了的事实 石丞相痛恨并害怕龙王 不会轻易与金风宝决裂 所以 上官天一消逝 他就猜到此人必然还藏在石丞相身边 顾身为面临的难题 是如何在不惊扰石丞相的前提下 迫使上官天投降认输 出南平成功地吸了金风宝杀手的注意 他虽然伸出险境 却不会面临真正的杀身之祸 没见着龙王本人 杀手们是不会对逝者下手的 顾身为提前在丞相府留下几处隐蔽的痕迹 普通人发现不了 但金鹏杀手寻踪而来时 却会据此判断龙王就藏在府内 上官天被捉时 正一个人坐在帐篷里喝闷酒 他穿着丞相府仆人的衣裳 等着城里的杀手带回好消息 心情却一直好不起来 他不怀疑杀手们的能力 三十对一 杀死一名剑仆简直一如反掌 让他不高兴的是 自己身为金鹏宝二少主 死了好几个兄弟之后 他是最有可能接任独播王称号的人 在输了国却得不到相应的尊重 收下那么多钱之后 施丞相竟然还让他证明自己的实力 无异于公开的侮辱 上官天只能认 他此行有求于施丞相 希望通过丞相鼓动输了国 认真对待大雪山 派出重兵 一举击溃那些粗俗的剑客 顺便杀死施暴叛徒扬患 大雪山居民天生好内斗 只要被打败一次 立刻就会四分五裂 就这么简单的一件事 如果办不妥的话 会让他再次失去父亲的信任 回想起几年来的内忧外患 上官天心有余悸 石堡里的每一次内斗的结果都是两败俱伤 二少主与孟夫人的决裂 让双方都失去大量的权力 独不亡的忍耐限度 快要到头 两人只得再次握手言和 私下谈判的结果是 孟夫人支持二少主继承王好 二少主要给予上官妃 大量的地盘与杀手 上官天非常清楚 孟夫人这是缓兵之计 他在等自己的儿子再长大一些 所以上官天自愿起来输了国请兵 暗中的目的 则是换取石丞相的知识 将一股外力引入金棚堡 优柔寡断这么多年 他终于下定狠心 小打小闹没有意义 想当独播王 必须一次性斩草猪根 上官天真坐在烛光下 向着拿到杨幻的人头之后 怎么向石丞相开口 突然愣住 帐篷里明明只有他一个人 地上却有两个影子 如果是一名经验丰富的杀手 在胜出想法之前就会发起反击 即使是经过残杀考验的学徒 也会直接动手 而不是回头张望 上官天却下意识地回头 扭到一半时才反应过来 可是侠盗藏在散布以外的包裹里 他刚要起身 另一兵侠盗已经从身后横在喉咙上 上官天受历刃逼迫 微抬起头 脑子里闪过许许多多念头 连在生死关头身为金鹏宝少主该说什么话 他都想到了 最终脱口而出的却是颤抖的三个字 别杀我 顾慎为弱是想杀二少主 根本不会玩狭刀加身这种把戏 他痛恨每一个姓上官的人 但他得给石丞相留一个台阶 让外面的人去请丞相 刚刚还在心里萦绕的雄心壮志 请客见烟一笑云散 只要能让脖子上的狭刀离开 上官天愿意做任何事 亚奴 去请丞相 就说我有钥匙向上 外面有人答应一声 上官天前奏所有最从 只有最得力的贴身仆人留下 顾慎为正是根据亚奴 才迅速找到二少主的帐篷 上官天稍微加重舊字 亚奴听出主人语气中的含义 立刻去向石丞相求救 石丞相微皱眉头 在他的印象中 金鹏宝向来是解决麻烦的高手 这个二少主却是惹麻烦的行家 连性命都需要别人打酒 还怎么配称为杀手 心里是这样想 石丞相还是马上派数十名卫兵 悄悄包围二少主帐篷 杀手杨幻实在是太具有危险性 必须尽快除掉 就算殃及金鹏宝少主也值得 数十张强攻对准数部之外的帐篷 亚奴一下子傻眼了 乱箭射出去 刺客肯定得死 主人也活不了 石丞相总算比较谨慎 撞身边的护卫点点头 护卫拔出弯道 走到帐篷门口 叫道 二少主 丞相大人到了 说完 献连进去 没一会儿 护卫出来了 脸上表情怪异 似乎看到什么令人惊讶的场景 既迷惑又忍不住想笑 丞相请进 没有危险 石丞相信任自己手下的人 犹豫一会儿 绕过弓箭手进入帐篷 上官天像木雕一样 呆呆坐在床上 微微仰头看着棚顶 双手紧张地聚在胸前 伸长的脖子上 夹着一柄狭刀 狭刀刀柄横着 绑在一根木棍上 木棍深深插入床铺 身后半个人影也没有 石丞相哈哈大笑 连眼泪都要流出来了 也就是从这一刻开始 他决定认真对待大雪山的群龙之首 无风之王 亚农一走 郭胜围就从帐篷后面 划出的缺口原路退出 心里对独播王的儿子充满鄙视 上官天的武功一点也不弱 比大多数杀手都要强 但是缺少真正杀手所应该具有的敏锐于决绝 这让他的武功连一半都发挥不出来 两名杀手的较量以戏剧性的方式结束 书乐城绝大多数居民都承认 杀手杨欢从此有资格被称为龙王 至于金锋堡少主上官天 传言说他吓得屎尿七流 本来微黑的面孔变得跟龙王一样苍白 再也恢复不了原色 石丞相公开承认龙王的胜利 派人邀请大雪山使者再次进府 方文氏悬着的一颗心终于落回原位 立刻着手准备 原来乘坐的安车太破旧 他要求徐晓忆出现购买城里最好的马车 全新的衣帽 鞋袜 要若干套 购买小丝专门服侍他一个人 五名剑客也拿回自己的重剑 在军事的指导下装饰一番 跟他二进丞相府 方文氏第一次进丞相府时表现得临微不惧 得意于那名剑客随从的大力宣传 军事在众人心目中的地位陡然上升 他的要求全都得到满足 石丞相的态度也变了 将大雪山使者请入书房 与他密谈许久 方文氏带着机会 使尽平生所能 将早已想好的一套说辞抛出来 石丞相频频点头 完全被说客打动 但他仍有疑虑 方先生所言极是 不过这种事情不是我说一句话就能做主的 还得陛下手啃 不出意外的话 三日之内陛下当会召见方先生 届时将面临诸位大臣的结问 少不了一番唇枪手战 方先生 有把握吗 方文氏起身长衣称谢 凯然说道 方某不才 但求一战 无论胜负皆是自取 丞相大人无需担心 石丞相帮人帮到底 又与方文氏踏了许久 将朝内的重要大臣介绍一遍 指出哪几位可能会支持金蓬堡 又说了一些殿前的规矩 以免使者无意中得罪国王 方文氏从中获益良多 连声称谢 觉得龙王的险招还真是有用 石丞相最后提出要求 希望能与龙王见一面 方文氏满口答应 离开丞相府之后 却一脸茫然 他已经好几天 没有见着龙王的面了 回到住处 徐小义也没有办法 只有龙王来找他 他可找不着龙王 顾慎为当晚三更来见方文氏 没有惊动任何人 直接翻窗进入卧房 叫醒输睡中的军士 要是再早几天 方文氏一定会 先埋怨龙王拿自己的性命冒险 这时却只有惊喜 送人头的事只字不提 顾慎为与石丞相担心的问题 出奇的一致 站在大雪山的角度 方文氏的说辞 近乎无懈可计 但大臣们首先考虑的是 输了国的利益 并在其中掺杂金锋宝的阴谋 大典之上 方文氏将孤军奋战 能否扛住对方的车轮战 实施未知之处 按徐小义的说法 石丞相得民心 在大臣们中间却树敌破多 仅有他的支持是不够的 在杀手较量中 惨遭羞辱的上官天 也没有离开输了国 他已经失去面子 绝不能再让任务失败 所以正在到处撒钱 寻求支持 想在朝堂之上 击败大雪山使者 顾慎为扫平了道路 能否摘到果子 却要看方文氏的发挥 这对搭档此时此刻 还在互相试探的过程中 远没有达到 完全信任的地步 方文氏指天发誓 说不服输了王 我哪 他想说拿人头来见 可是想到杀手 对这种事是很认真的 临时改口 我哪 全家人的姓名担保 凶草无情 方文氏也不想有意 军事严重了 就算朝义不利 大雪山也照样需要先生 方文氏松了口气 又承诺了一番 最后说起 石丞相想见面的要求 军事上殿当天 我去见石丞相 顾审为仍然保持警惕 方文氏若能大获全胜 替大雪山取得国王的支持 他才能在书勒城里公开亮相 此日 方文氏三入丞相府 敲定了一切细节 八月初三 书勒王将在正殿召见 大雪山使者 方文氏曾经说服过许多人 但大都是无名平庸之辈 就算是武丰族长 也过于质朴不善言辞 算不得真正的对手 两天后的朝义 将是以谋事自据的书生 第一次实现夙愿 在王者面前 战露头角 方文氏是新潮澎湃 要不是重任再见 真想找个女人来安慰一下 亲爱的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经典武侠小说 四人经 作者 兵临神下 演播 全勇 第259集 石丞相的事前提醒 帮了大忙 方文氏在正殿里一见到重臣 就从中认出几名主要的对手 输了王 四十几岁 正今为作 颇响为言 整个朝义过程中一言不发 由身边的太监主持论争过程 方文氏自称大雪山使者 代表群龙之首 无风之主 向输了王禁言献祭 将王改称主 也是石丞相的意思 顾审为自然不在乎这种虚名 也同意临时换一下称号 拜见国王的仪式 用去了一点时间 待到轮番参拜结束后 众人落座之后 太监请大雪山使者首先发言 方文氏特意准备了一柄 雨膳状的主尾 这是中原传来的诗性的玩意儿 辩论场合专用 拿在手里表示油画要说 放在桌上表示静听高论 方文氏手持主尾 先向国王攻身致意 然后转向二十余位大臣 目光一一扫过 最后落在一名花白胡子的人身上 此人是苏勒国首席大臣摩扬 号称师君 是师丞相最大的对头 原本不支持本国与金鹏宝有过身交往 但他有一个儿子 死于大雪山剑客之手 所以对剿灭大雪山极为热心 摩扬的话在苏勒王那里很有影响力 又向来与金鹏宝不友善 所持观点反而因此更具分量 石丞相最忌惮的正是此人 在下今日乃为苏勒国生死存亡而来 威严逆耳 方文氏打算故技重世 用大难临头的话震住众人 没想到苏勒国的大臣 不遵守中原辩论的规矩 他才说出一句话 手中主委尚未放下 对面一位黑脸大臣已经拍案而起 打断大雪山使者 胡说八道 你是大雪山使者 凭什么论我苏勒国的安危 一看就是不安好心 方文氏摇头微笑 等对方势头过去做回原委之后 才开口说道 大雪山与苏勒国唇齿相依 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在下身为大雪山使者 怎能不关心贵国安危 笑话 你根本就不是大雪山的人 一个月以钱财投奔过去 连代表大雪山的资格都没有 妄谈什么纯王痴汉 大臣们执行的是车轮战 黑脸大汉坐下 又站起一位白脸大臣 画白胡子的模样 则稳作不渝 果然是笑话 中原的丝绸 乌山的京铁 北亭的马匹 天下四方的商人 能都为输了国所用 黑谋士就得生于私 长于私 在下身负重托 只盼不辱使命 诸位若一定要与大雪山剑客谈论 殿外就有五名 一照辩入 人人都知道山民不善言辞 说将来就动见 谁也不想跟他们辩论 众臣一时无言 摩扬可了两声说道 无需坠言 足下既有高论 但请畅谈 访问是会了会诸位 想到这东西没什么用处 干脆背负双手 继续一开始的说辞 书勒 北亭 中原 号称西域三霸 顶足而立 下无事数十年 所谓一族忌讳 两族不完 如今北亭颇有乱象 无暇难顾 中原野心膨胀 独吞西域之心日盛 书勒国不日即有王国大患 朱军今日安享太平 只怕明日难求存身之所呀 众臣以为大雪山使者 要跟书勒国议和 没想到他一开口 现把书勒国说成王国无日 摩扬没有起身说道 足下所言 不愧是威严 实在怂听 北亭却有争寒之乱 不过数年即可平定 谈不上异族忌讳 中原或有野心 但是远隔万里 沙漠阻绝 西域驻兵不过两三万 输勒国虽不敢与大国相提并论 精兵也有五十万 不拒区区数万敌军 输勒国哪有精兵五十万 凤文士知道对方在吹牛 也不点破 说道 军师此言诧疑 中原驻兵虽少 但是经营西域上百年 期间或有反复 根基脆在 方言西域 诸国皆有中原人 就是输了国里 也有不下十几万 何况东部诸国 如今进阶投靠中原 没有征战 无不出兵出粮 皇帝照着一下 两三万精兵 即可去世十倍至西域扑从 百倍至中原人民 试问 如此之重 输了五十万精兵 可挡佛 众臣不语 摩扬冷笑 听足下一说 不但输了国 挡不住中原 北庭也挡不住 所谓三足鼎立 又从何谈其 论战内容 与方言世事 预料得差不多 心中越发有底 忍不住又举起 主尾挥了两下 非也 在下所论乃中原之势 而非中原之力 中原三万驻兵士 为利 为中原所用 他国不可动 东部诸国士 为小士 中原可用 但不可随意运用 要付出代价 西域百万中原人士 为大士 或可用或不可用 劝看诸国举动 应对得当 中原人一样 愿为任何一国而战 你这样等于 什么都没说嘛 一切都还没有定数 黑脸大臣 再次拍案儿戏 愤然说道 方文士仍然等对方 坐下才到 书勒 未有定数 中原北庭 却亦有定数 这正是在下所言 生死存亡之意 黑脸大臣又要起身 摩扬示意他不要动 足下所谓定数 就是指北庭内乱 中原野心了 正是 虚此无异 可有时据 时据即是碧玉城 此言何以 三年前 传言毒不亡病重 中原趁机发病 铲除铁山匪谤 此事虽小 对西域却是至关重要 可惜各国昏昧 未能看清 铁山大营位于天山以北 近临碧玉城边界 向来是北庭木马之地 中原五千精兵一战而克 从此聚首不退 日积粮草 如今已成顽疾 对此挑衅 北庭不发一眼 莫许宿敌 立于父辈 即使内乱未修之明显影响 独不亡无恙 不仅没有奋起一计 反而卑身势敌 号称联合剿匪 如此一来 西域大势已清 中原迟迟未动 乃是在叙事 一旦失足 第一步将功课避玉城 下一步 即使收服舒乐 舒乐一乡 西域平定 北庭纵然结束那乱 空有百万骑兵 在西域已无立足之地 不知要等何年何月 方文氏长篇大论说完 朱大臣有的点头 有的摇头 可都产生一个疑问 白脸大臣代表众人说出来 阁下红论 不过照此说来 金鹏宝是乃输了过一大屏障 唇王齿寒 用在此处再适合不过 阁下却是大雪山使者 这个 方文氏绕了一个大圈子 刚说到金鹏宝身上 正要借对方发问 继续阐述 舒乐王身边的太监 却打断了这场辩论 朝义暂休 午后再论 雪山使者远道而来 刺食 放在从前 方文氏为这一顿饭 能细腥于色 这一个多月 吃饱了大雪山的肉感 对美食兴趣大减 本想一股作戏 却被迫偏要明金受病 心中不爽可想而至 不过太监说的话 即使输了王的意志 他也只能谢恩退下 方文氏面对着一桌子菜肴 无动于衷 脑子里还在想着 午时之后 如何将金鹏宝扳倒 以便顺利引入大雪山 石丞相来访 看到的正是来回 踱步的大雪山使者 他先恭喜方先生 上午的发挥 随后告诉他一个消息 下午的朝义 不在大殿进行 改在御书房 参与者 只有方文氏与摩扬 方文氏凶藏天下 对宫廷规则却不大动 王问道 陛下此举是何含义啊 石丞相没有明说 只是笑着让师者放心 两人闲聊几句 石丞相告辞 他此行只是传话 并无特殊目的 绝想不到 龙王竟会选择 在这里实现 见面的承诺 顾审为相信书乐城里 只有王公 才是相对安全的 所以撞成 五名大雪山剑客之一 混了进来 石丞相要走的时候 顾审为上前低声说道 在下扬欢 信物丞相 石丞相万分惊讶 但他掩饰得很好 握住杀手的胳膊 笑道 神龙剑手不见尾 龙王藏得好深啊 顾审为冲军师点头 方文氏领会 带着另外四名剑客出屋 守在外面 假装观赏王公景色 留下两人在里面密谈 石丞相本无准备 不过既然见着了 既不可施 他先是说了一通久仰的话 顾审为指示厅 很少插话 等着对方说出真实意图 刚才的朝义 龙王可听到了 略问大概 龙王觉得方先生 胜算计合 朝义尚未结束 下结论还早 龙王心怀疑虑 不肯说实话 顾审为 陈吟片刻 军师模样只是发问 只是不肯立论 我怕到了御书房 可能会有变数 石丞相点点头 面色变得严肃 盯着龙王看了一会儿 似乎在判断 对方的可信度 不是可能 而是肯定 我已经得到消息 摩扬会在陛下面前 拼死一搏 绝不许 输了江河 还会立主将 使者驱逐 立刻调派 五万大军 发往大雪山 五万大军 就算只有此数的一半 也不是那一千多名 大雪山剑客 所能抗击的 此时全要仰仗 丞相周全 若丞相肯略是元首 大雪山上下 感恩不信 咱们是 不打不相识 石丞相移开目光 态度稍显冷淡 说出来的话 却是他最想说的话 金鹏宝 空有其名 上官天 懦弱无能 如今我是全力 支持龙王的 可是 朝内形势复杂 我一个人独目难知 前方荆棘密布 龙王自己 也许努力 丞相可否明示 下午还有一场议论 等龙王知道 我所言未虚 再谈不迟 石丞相不想在这里 待得太久 起身告辞 顾审卫心里 已经明白 石丞相的用意 只是还没法确定 他想借自己这柄刀 抽去哪一个人 是死对头模样 还是 亲哥哥 输了亡 亲爱的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经典武侠小说 四人精 作者 兵临神下 演播 全勇 第二百六十集 下午在御书房的论证 果然如石丞相所说 一开始就充满了火药味 首席大臣模样抢先发难 陛下 此人的目的 微臣已惊之小 无非是说 碧玉城局势不稳 金鹏宝不是导向中原 就是投靠北亭 从而威胁输了国安全 他想以大雪山取代独步王 希望得到陛下的支持 借钱借粮 借道借兵 总而言之 一个借字 而且 是有借无还 方文氏心中一惊 这老家伙将他的想法 猜得八九不离十 上午迟迟不肯立论 原来是在试探军情 书生摇动主委 韩笑说道 先不说我的目的 以大人所见 金鹏宝稳若泰山吗 金鹏宝稳于不稳 我王自有应对之法 反倒是你 一个无主的谋士 谁给钱 替谁说好话 难道真能为书勒国着想不成 陛下不用犹疑 此子用心险恶 无非是虚言恫吓 趁机牟利 这就赶将出去 等本朝大军剿灭学匪 再看他是不是还忠心耿耿 书勒王 仍不言语 他从小接受帝王训练 知道在臣子们发生争议时 保持沉默有多重要 方文氏府长连教三声豪 声音响震 将模样吓了一跳 书勒王的身子也微微一晃 书生其实并无用意 只是利用这一小段的时间 整理思路 大人不愧是军师 说得对极了 有些话 朝堂至上受不到 这里人少 也无史冠记录 在下就有话直说了 方某苦读十几载 满腹经伦 自然要卖于实货之人 可我所说的每一句话 皆非虚言 俗话说 与人方便 与己方便 我既然当了大雪山的使者 自然要替大雪山说话 可若是对输勒国一无好处 我也不敢开口 摩阳哼了一声 刚要开口反驳 方文氏加快语速 继续说下去 忠臣未必有忠言 天下如棋局 旁观者清 斤斤计较于忠于不忠 非心腹之言不听 无异于必言色听 大人号称军师 难道效忠的方氏 就是赌悠悠之口 令陛下只听一个人的话吗 摩阳脸色战红 他说指着方文氏 立声道 你说我蒙蔽盛听 方文氏微微鞠躬 不敢 方某的意思是 有时候好心办坏事 老大人忠心是够了 就怕过于忠心 反而害得陛下 听不到该听的消息 摩阳勃然大怒 瞬间又把持住情绪 冷笑道 好一个忠心有害 阁下接下来 就要说不忠之言了 坚听则明 不忠之言 也有科学之处 摩阳看了一眼国王 偷扭向一遍 看你能说出什么来 方文氏咳了两声 顺着上午的思路 继续说下去 碧玉城 位置紧要 说是西域中枢也不为过 西街书乐 北连北亭 东至中原 南通大小二十余国 数十年前各国纷争 金鹏宝趁乱而起 以杀手力士 来到四方平定 只有碧玉城争执不下 中原北亭险些 为此重燃战火 危急时刻 输乐先王提出建议 三国轮管碧玉城 避免大国戒壤 少了许多分争 却让金鹏宝势力膨胀 实际上 占有东西数百里土地 只差一个真正的王号 不愧是读书人 从前的事记得不少 摩扬讽刺道 对手还没有说到正点上 他也没有什么可反驳的 三国轮管 实际上相当于三国不管 人人都知道 都城关是个肥阙 三年不说话 临走贷万金 说的就是都城关 金鹏宝就是靠着 三国互相钳制 才独霸一方 所以 任何一国的异动 都会令独捕王寝室难安 大人刚才说 金鹏宝会在北庭 中原两国之间 择宜投靠 此言略有不妥 时事小瞧了 独捕王的野心 一切迹象都显示 上官家要抢在 西域大乱之前 真正称王 独占碧玉城 届时 北庭距天山之险 中原守大漠之辽 三国之中 只有淑勒一只 山水相连 卧榻之侧 多出一只虎狼 独不王 要当真正的王 笑话 他那个王浩 跟那家主人的 五封之王一样 都是自封的 想要各国承认 绝无可能 淑勒第一个不同意 摩扬心里踏实许多 这个书生绕了半天圈子 最后得出的结论 原来还是无稽之谈 方文士冷冷地说道 如果北庭承认了呢 更不可能 摩扬连连摇头 心底越发有底 当初先王提出 轮管碧于城时 北庭是最不愿意的 你也说了 北庭与西域 隔着天山之险 上官罚称王 一旦堵住东西两个山口 中原还可能跨越 戈壁大漠远道而来 北庭却将彻底 失去入口 被隔绝于西域之外 方文士微微一笑 转向沉默地输了王 真巧 军事所言 正是方某所想 只是结论截然相反 北庭老汉王病重 几位王子公开正位 内乱一触即发 则是再无余力 与中原争锋 所以 最好的选择是什么 自然就是在西域 复制一个仆从之国 替北庭看管两个山口 方言西域 有哪一国比金鹏宝 更在乎中原入侵碧玉城 一方要明 一方图利 北庭与独步王乃是天作之合 老大人觉得方某威严耸听 殊不知身边已有护郎丹士 上官法一旦取得王好 必然趁势袭进 输了国为宜 方先生倒是真为输了国着想 聚聚不离灭国王种 上午说中原侵犯 下午论金鹏称王 倒像是人为盗族 我为鱼肉 我国毫无还手之力似的 你说上官法有称王之意 可有证据 证据 方文士昂首挺胸 以稍微不屑的语气说道 碧玉成现任都城官是输了国人 三年任满 不日就将放国 请陛下调查 此人领取的平安符 是否远超前任 上官法一旦称王的证据 就在此人手中 还有 碧玉成都城官本是清职 各国惯例 选派的皆是贤居贵族 如果方某所言不错 往后三年 北厅派来的都城官 必是手握十权的王族 摩羊还是摇头 也转向输了王 陛下 按此人的说法 天下所有国家 连尚未取得王号的金蓬堡 都与我国为敌 这不是威严爽听吗 就算输了国有难 大雪山一群野蛮人 能改变西域局势 逝者 错综复杂 欠一发而动全身 大雪山自然动摇不了西域局势 可只要找着肯庆之处 一刀下去 却能为输了国争取到三十年稳定 摩羊刚要驳斥 输了王罕见地举起右手 阻止军事开口 让大雪山使者继续说下去 国王虽然拥有最终决定权 但是很少在争论中表露倾向 所以他的这一举动 让摩羊甚感意外 方文氏却大受鼓舞 碧羽成 即使肯定 中原叙事完成 定会先发之人 西域重归皇帝所有 上官法 甲王便真王 背靠北庭 便将掀起兴风血雨 大雪山若能灭掉金鹏堡 则西域大势不变 输了国是最大的受益者 金鹏堡有野心 难道大雪山就没有 方文氏呵呵笑了两声 有 天下无人无野心 只是大多野心实现不了 金鹏堡霸占碧羽成三十几年 上官法 才敢迈出当真王这一步 大雪山不愿千里进攻金鹏堡 背后根基 却在舒勒掌控之下 纵有野心 何敢起义 陛下明察 方某口中并无序言 勇士结盟说来好听 不如牢牢握住把柄 大雪山的把柄 挤在陛下手中 摩羊张口想要嘲笑书生 话到嘴边 又改了主意 对舒勒王说道 陛下 此此所言 虚虚实实 不可受他控骗 眼下形势极为明了 大雪山与舒勒国 好似背上痛惧 此病不处 无暇东顾 如今无风何一 正是彻底铲除之良极 只需五万大军 即可涌出后患 大雪山势单力薄 终归不是金鹏堡对手 借到给他 位于去羊斗虎 既无虚名 也无实力 万万不可 军师此言差异 西域三族 舒勒最弱 中原北亭 借克强取碧玉城 唯有舒勒不可 此乃引火烧身之举 大雪山 以复仇为命 方文士 还有一肚子的道理要说 再一次被舒勒王身边的太监打断 天色不早 请使者休息 三日后再议 大雪山使者被请出御书房 模样却留下来 与舒勒王思坦 方文士望了一眼明晃晃的太阳 心里不像一开始那么自信 一出王宫 他就对假装成大雪山剑客的龙王 小声说道 国王被我说动了 就是那个模样 恐怕会是个麻烦 这跟石丞相事先提醒的一样 顾省为前进的道路上 面临着顽固的障碍 剑客们必须离开大雪山 留在原地 早晚会将实力消耗干净 却碰不着金鹏宝分毫 当天下午 徐小义代为传言 夜里二更 顾省为顾省一人 前去拜访石丞相 这算是一次冒险 石丞相则以实际行动 表明善意 他准备了一件密室 与龙王上谈颇久 其间推薪致富 分析厉害 让对方不得不同意他的计划 顾省为离开丞相府时 已是后半夜 仍然叫醒军士 与他商议石丞相究竟可信与否 方文士穿着睡衣来回踱步 私损良久 只怕这是唯一的选择 顾省为明智如此 但多年养成的习惯 让他从任何人的建议中 都能嗅到阴谋的气息 石丞相想借龙王的刀 将疏漏王与魔羊一块杀死 其中有杀手不喜欢的东西 亲爱的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